台电一直是国内栽培体育好手的霸主 支持体育不遗余力 而公司培养的球队之一台电女兰 参加的WSBL型赛季也开始咯 1月14日起至4月12日 为期4个月的赛季 全程都有11体育一台转播 喜爱观赏球赛的同仁也不要错过 一起帮台电球队加油的好机会 首发开幕战台电公司对战台员纺织 台电虽68比89不幸落败 不过真宗选手郭佳文 个人就搅出了25分的漂亮成绩 因为今天是第一场比赛嘛 所以大家可能有点紧张放不开 然后所以我觉得状况不是很理想 那因为今天是第一场 我相信我们后面的比赛会再继续做调整 首战虽未能得胜 在未来的例行赛台电选手不会因此气美 永不放弃也一直是台电球队的精神指标 相信接下来的比赛台电女篮能够重整士气 继续力拼下一场胜利的到来 我是郭佳文 然后我们今天WSBL在宏馆开打 然后也希望同仁能够进场为我们加油 台电公司台北报道 开始 感谢观看